我人生中的第一台一家手机 16G内存的一家S Pro 一起来开箱 咱们来打开 又是红的 先把上面的说明书拿掉 接下来取出手机 看一下配件 质量算不错的硅胶壳 150W的C口充电头 红色的数据线 接下来看一下机器 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塑料感 配色确实还挺好看的 但是影像模组吧 一言难尽 来看一下人家的桌面动画 其实你看那个应用商店图标 包括时间显示 控制中心的时间显示 其实都有在为一家做专门的设计 或许一家没有之前有特色了 但是低人一等 也就是一家用户的自嘲罢了 屏幕是一块1080P的京东方的国产屏 显示效果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支持120Hz高刷 但是没有LTPO自适用刷新 在性能上这款手机可以说是很顶了 骁龙8家的处理器 跑分也能干到110万以上 16G的内存不仅能够有效解决 安卓手机的杀后台问题 打开应用的速度也更快 再加上比较大的散热面积 这是一款在游戏体验上非常好的手机 影像上主摄是一颗索尼的766 其他两颗就是促数了 充电上150W的闪充 搭配4800H的电池 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一款比较入门的8家机型 这个价位还是很难全给 没有无线充电 没有红外 单养生器 但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给喜欢玩游戏的同学的 赢了 感谢观看